你覺得送女生怎麼才好耶 告白 送一個XX 因為我就覺得機箱送給她 她哭我那時候 管你都XXX XXX 已經成了 因為我告白的時候我也是XXXX 中單月底才會激光 歡迎收看 現在我們全新的節目 大仙請代飛 我們要所有的兄弟看的這個節目 可以抱著你認對 所有女生呢 都有人追 起飛嘛 然後這個節目是由FashionMoy本身 一個人贊助為你們呈現的 所以乾爹們 你看那個很多空位嘛 這個空位就是放你們的商標 你知道嗎 大家好 我是FashionMoy 我是她 自己一定要我講她 她自己認定的 微微小仙女 來掌聲鼓勵一下 其實這個節目就好像剛剛講的 然後我們是想為我們的觀眾們 某個福利 因為我們這邊有非常多的 子男子女 然後我覺得 靠穿搭這個東西 他們可能 可以讓整個人好看 但是 很難吸引另外一半 會一吸 雖然是Christmas要到了嘛 應該有很多東西 就是他們會想要 這樣去impress你自己喜歡的對象 那今天這一集 剛好我們就請了兩對 非常成功的人士 對呀 要結婚還要昇華的 而且又那麼好看 那麼年輕 我覺得在他們身上 應該有很多非常豐富的經驗 YES 他們自己來介紹自己 WOW FashionMoy 嗨 大家好 我是鳳梢 鳳梢 鳳梢 我是Kain 我覺得今天來了兩隊喔 一個就是很Chill的 就是兩個 生長節是什麼 我們沒有過的 我們在家裡看那個 另外一個就是豐主王子類型的 所以現在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這集的碰撞非常的大 所以這一集其實我們主要 要談的東西比較多是 Christmas還有儀式感 但是我想問一下喔 你們覺得Christmas這東西 對你們很重要嗎 我本身是一個超級無敵 喜歡Christmas的人來的 我啊 我是還好啦 我喜歡新年的 那就是比起來 我喜歡新年的 因為他 我真是因為他 我才喜歡Christmas的 我就覺得自己男朋友喜歡 就OK 配合他才去慶 喔 你是有XMAX 就是Christmas 都是紅燥喔 Chinese New Year 全部都是屬於一種 慶祝一種 是很適合跟Family Gathering的一段時間 因為我會覺得 有可能新年比較熱鬧 因為華人嘛 然後Christmas的話 我家又是小港澎出來的 Christmas 不用緊啦 你要開學了 你還一樣開心 裡面有一樣共通點 就是我們是很喜歡Christmas的 就小時候都很喜歡 但是沒有那個習慣去慶祝 只要長大了 過了才會有 欸這個Christmas想要跟 可能愛的人啊 慶祝 但是目前來講 我們應該是慶祝一次過 哈哈哈哈 我們在一起三年半了 直接那個臉的特寫 對一次 而且那個是我提 是Happy的 哈哈哈哈 自己挖坑給 不要後面啦 我想要去很久了 那個地方 對對對 對 我們第一次是在新加坡度過了 哎呦 是蠻浪漫的 因為我知道新加坡 過聖誕是很熱鬧的 很有Feel 在那個Open Street那一邊 他們有很多很多的裝飾很美 我跟你講新加坡他們過聖誕是整條街都是 沒辦法整個小小的燈 很美 然後他們很有氣氛的 然後就有那種演唱會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我就講我一定要有一年是去新加坡過聖誕 然後他就不用去了 可是你那個也蠻喜歡的吧聖誕節 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很多很小細節很 很多東西很精緻 然後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新年的時候你不會看到 你只看到里蘭罷了 可是你Christmas的時候你去買那種東西 就會有很多那種 包裝很美 包裝很美很美的東西 而且你Christmas買東西 現在是穿聖誕的裝飾 你不是新年去把它穿柴神爺有沒有 你去做一個柴神爺走過 你不會讓你每個秀士的人都穿一個柴神爺 新年也是很多布置美的 對啊 原寶啊 可是那些是很 感覺有點傳統的東西 太中國 還是沒有爽啊 新年就只有紅色 可是Christmas有bling bling 然後有金色紅色 就很開心 新年就很 在講人被罵 哈哈哈哈 講完了 沒有啦 我喜歡新年 大家都是懂懂槍槍槍 只是一個是懂槍槍 一個是懂槍槍 對 很爽 可以講 聖誕節會屬於比較浪漫吧 過一個很浪漫的聖誕 所以看到沒有人會在新年告白的 都是在聖誕節告白的 但是新年結婚是很旺的一個東西 可是你不會新年你去跟人家告白 然後你帶一個另外一半去回家賭博 欸那一太多了 哈哈哈哈 好水 哈哈 而且聖誕節你告白了 你可以帶著牠牽著手去吃個浪漫的那個晚餐 那樣 或是在國外會很浪漫啊 可是我也是不喜歡人家在節日的時候告白的 因為我覺得你很像為了要聖誕節日 對 對 不是我覺得不要再特別節日告白的原因是因為喔 你不要給人家帶來陰影 你的聖誕節永遠是下的 或者是有一天是分手啊 過後你就會想到 哇在聖誕節 我是跟我愛這一天分手的 這樣子 喔難過啦 其實我想要知道 到底他們講聖誕前期那種 單身夜啊 是 是聖誕 是三聖誕 哈哈哈哈 是為什麼啊 為什麼聖誕節一定要有這個 因為很多人會在聖誕節去做一些愛做的事情 比方說告白這樣子 所以告白了過後就拖單 但拖單有過你要拖什麼去看你自己喔 哈哈哈哈 我發現你因為慶祝聖誕節一定是靠道的嘛 然後耶靠道完了兩個人一起回家這樣子就聖誕 就是一種身上腺素已經發達了 哈哈哈哈 哇 我覺得這個咧 應該是講年輕人的 event 跟actual christmas的 event是不一樣的 reality和你的 expectation 不是reality expectation 就是比較如果你講 我不是很清楚啦 雖然我本身是catholic啊 所以我真的不清楚 因為我沒有去sunday school 那現在這個我的 嗯 好像有點緊張 就是 24號是好像是叫做silent night 所以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跟family一起這樣子 然後25號是actual christmas 然後26號就是開箱熱 就是開unbox 就是開unbox 所以有畫面 對 大家一想到Christmas喔 你就會想到欸交換禮物 喔是晚上24號晚上去哪里club 真的 哈哈哈哈 沒有很多是在玩喔 去倒數 去倒數 你們兩個會不會送對方禮物 就是慶祝 他們應該怎麼會呢 我們去年怎樣掛 我們去年 去年沒有特別過 我們去年 去年在那裡我都忘記啊 我們有來我們都沒嗎 沒有來我們會送對方禮物 欸不是不是 喔去年是michio的 michio的家 michio的家 說不講話 我們就一般朋友聚會咯 對朋友聚會而已 我們沒有特別過 因為我們兩個 還不算是很有儀式感的人 炒麵 直到最近喔 就是我前兩天 我才特地去買了一顆聖誕樹 放在家裡特地佈置一下 我就很爽欸 你家沒有地方放 他家真的沒有地方放 所以可以買這個小顆的 我跟妳講聖誕節真的很爽啊 我覺得交換禮物這東西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因為準備禮物 就代表你的心意送給別人嘛 但是我覺得 在準備禮物的過程當中 現在已經變得很複雜了 男生會覺得 不懂買什麼禮物送給你 才叫真正的 真的真的 在網上看到的東西很多 所以送什麼東西 都好像開始都 好像不特別了啊 而且我這邊呢 是有收到人家的inbox 哎呀真的是你們網紅youtuber 搞壞了市場 他們現在很stress 他們覺得買一個 就比方可能幾年前啊 你買個Charles & Kit 200多塊到300塊的bag 這是屬於 確實我是覺得是貴的 很貴的 很貴的 是屬於是貴的 可是現在大家可能看著的是 四位數 送財富欸 差不多已經五位數了 派財富或者是LV 最小的 等等 我送來一個 一個卡頓帽 卡頓帽 卡頓帽 公仔罷了 我們想先來問一下在座的四位 你們有收過什麼是 最難忘的禮物 Kidin送過什麼給你是最難忘的 他可以是最 或是吐槽也是可以 因為我也是有東西可以吐槽的 哇 最難忘 我每次送來的東西啊 過天就忘了 真的 真的 他每次講到花啊 我每次買到花給他送了 啊沒有 真的沒啊 對啊花還拍兩罩 不然你一直這樣抱著咩 對啊 就抱著嗎 我覺得收花的那個儀式感 是為什麼會有在咧 其實真的是怎樣感受到你這個心意而已 對 只是一朵 我們女生才開心一整天 我覺得他們分享之前 我現在分享比較好 我有收過他一份禮物 因為我跟他在一起 第一個過的節日是親人節 你要親人節要到嗎 就是凌晨12點 他就在2月13號 11點多來我家樓下 就跟我說 我只會買一份禮物給你 你一定會很喜歡的 我想很久 終於有這個機會可以買給你啊 然後我去開後車廂 然後這時候女生就會腦補啊 慘啊 他這個放白露 給我還是什麼什麼 這樣辦 我就去開了 然後這次有一大箱禮物 很大箱啊 那個箱子是這樣大 這樣大個 你們可以腦補一下 他講你搬回去開啦 不要在我這邊看 你回去開 我就搬回家裡啊 跟我妹妹兩個一起 在這邊想 他到底會送什麼喔 他講我一定會喜歡的喔 你們要不要猜一下裡面是什麼 一個杯 杯 你很了解他啦 這不是杯 不是 這麼大箱 我一拆開來裡面是一個 打蛋器 哦 那種打蛋糕的啊 哦 很想要喔 哇 我很想要欸 他叫我送他那一個 送男生OK啊 如果他覺得實用OK 可是男生送女生 沒有 重點是在情人生 送到一個打蛋器 打蛋器 或者是殺掉 然後我一開打蛋器我就想說 哇怎麼可以這樣 他講我說 你很喜歡酒 所以我給你酒 他那時候剛剛開始做Youtube 然後做微微食譜嘛 我講 他每次用手弄 他打到天亮啊 你弄好喔 他一個食譜用三四個小時 在那邊打蛋 真的沒有想過 那種 是 你那個姿勢也不會喔 打蛋 第一個情人節送走的東西 是會嚇到啦 真的是會嚇到 是會嚇到 然後有 忘記了 你忘記了我真是心痛喔 不是 因為那個太過 我傳見 那個的記憶多過那一個 記憶不夠蠢 這是女生會很高招 這是女生會很高招 高招 這個喔 代表的男人送你這個東西 是 他會想要給你 哦 哇 哇 第一次會賣 這樣會講話 哇 哇 給你什麼手機很會講話 然後通常男生 第一個過情人節 都會送你什麼就是一些奢侈品啊 名牌啊什麼 你 不會有這種回憶的 當一個男人 對你認真的時候 他會想 就是 你有未來啊 我會想 我會想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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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我沒有送他打蛋器 那你送我什麼 我送你什麼啊 就是那個公仔喔 沒有 這樣公仔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那個公仔啊 那個是在新加坡那時候 我們去過聖誕嘛 然後我們要回的時候 還剩下一些新幣 我們要用完他 你去選 一個要送我的 然後我選 我要送你的 然後他就選了 那一個 20秒開始 我們剩下100塊 是一個很醜的黑色猩猩 猩猩 為什麼選擇猩猩送給他 可以啦 我還看到他的眼睛 紫色罷了 他講了一句 他就講 這個希望以後就是 他沒有在我身邊的話 看到他就很像他這樣 所以 可以啦 所以他是覺得那個猩猩像他 為什麼他會覺得 為什麼他會覺得 像我這樣說 我比較好奇是 少奇送我什麼給周桑 他講真的 我從來沒有送過東西給他 沒有送過 Oh my God 真的沒有 為什麼咧 因為我要的東西 太過貴了 所以我覺得 不practical for他買 他要一個像 18千 所以我就覺得 沒有必要 這個我自己買算 我有真正送過他 也沒有到很送 就是他去買 JOMALUN的香水 然後我就講 這個我付錢 都當作我送你這樣 確實我覺得 真的是 不然的話 你送完這些東西 他不適合用了 你隨便送來一個LAN 所以我們兩個 是屬於比較實際型的 因為我們完全是 會問過對方 你有想要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是那種 覺得你買不對的東西 會很浪費錢的人 我開始的時候 基本上 我們最基本的 什麼LAN 什麼那些 都買了 其實真正送過我 應該是兩次 是嗎 第一次是情人節 我那時候是在舊家 他就已經擺東西 擺美美在那個房間 可是他房間 還要想要美美那個氣氛 他那個燈 還有黃燈 就是那個燈 那種LAN這樣子 就開這兩天 就開這兩天 然後他那時候 是有送一個 項鍊是一個鑰匙的 因為我以前不是很常 戴著一個鎖頭 鎖頭就送鑰匙給他 送一個鑰匙 就能打開 開這個鑰匙 哇 送鑰匙這種東西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 送鑰匙我 你是不是人家可以 可以 他學到了 他會學的 沒有 因為這招 總之有關於到鑰匙 綁的 一定成的 因為我告白的時候 我也是拿鑰匙綁著 哈哈哈哈 中大約定 這樣很激光 那年前的時候 我告告白我在想 我送什麼 我就跟我一個朋友 你覺得送女生什麼 才好耶告白 他想送一個鑰匙給他 綁著他的腳 哇 我講可以喔 這個 然後我就跟他 其實他送給他綁 然後就這樣 我希望這個鑰匙 能綁著你的腳 一輩子 哇 他酷 他對這一個東西 他覺得很有用 然後因為他送我第一條 因為鑰匙很容易不見的 因為我不是那種 鈴鈴隆隆隆的嘛 所以 有時候他不見了 我又沒有發覺到 所以第一條他送我的時候 已經不見 然後我跟他講 再送第二條 他就馬上再去 買回頭人的鑰匙 再去買多一條 然後再送我 再綁著我 然後還是不見 所以在座都是 YouTuber網紅吧 所以另一半咯 如果是網紅的話 或者是YouTuber 或者是可能收入比較高的 其實選禮物是 非常的難 你們sponsor也是一鋪 業配一鋪 一堆東西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真的值得送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那個心意不一樣吧 他那時候第二次送我禮物 就是在美國 然後他知道我有一次 有share過一個口紅 然後就是那種 透明的蓋那個 Mac的口紅 就是很值得收藏的一個 他就在那個美國的話 他就去買回來 送給我 那時候馬來西亞都還沒有 那時候馬來西亞已經斷貨之類了 我就覺得很開心 那種心意吧 所以真的是不用講 那個東西是多貴 你去注意這些小細節 我覺得你真的很開心 好像我也是 你看前面我送了阿仙嘛 到後面這段時間 你看我就是選擇送的是 家具類的 電腦 我送他的電腦 就是實用的東西 這個應該放棄後面一點了吧 有些Ivan在聖誕前 就會收到一個鍋彩 我覺得他應該有一個鍋 或是Air Fryer Microwave Oven OK 這邊有一個 很想吃到的東西 我一直覺得如果 兩方面去溝通 我想要什麼 你在送我沒有Surprise 但是我們又變成 好像要去暗示暗示 這樣子 你很累的我 很累的我 而且你要怎麼暗示 我現在是要鋪上Story給他看 還是要鋪去Close Frame給他看 他會直接的 欸你看這個 很美喔很美喔 哇很美喔 沒有我就問你美不美 然後美 欸很美喔 然後男生就會覺得 蛤要寄買 欸我送你啦 我就YES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的另外一半是網紅 我真的是覺得很難很難選擇 超難的 因為什麼都有了 其實女生基本上啊 有需要的東西 廠商都送完了 剩下沒有送的是鞋子 所以我記得我去香港的時候 我就買了一個 Nike的 蠻特別的一個 鮑紋的Air Max給他 你們有沒有set budget 如果以普通人來講啊 我覺得真的不要太高 而且尤其是你不要一開始就太高 你一開始太高 然後其實真的會很壓力喔 我有收回一個網友的Inbox 他是講 他不懂要送什麼給他的女朋友 因為他的女朋友 在他前一個階段的時候 送了他一個電腦 然後他現在開始很stress 他不知道要送什麼 就像物物對比這樣子 就是兩方面都送完他價格 如果是我啦 他能力沒有這樣高啊 我可能送了他很好的東西 我可能會明示或者暗示 會跟他講 你不用太介意這個價格 如果你要送回我什麼 你真的是心意就好 你可以特別做一些小事情 或者你真的是 特地上網去學一個 怎樣折一個愛心 你是很開心啊 然後我講到這個 之前 我去上網DIY 那個錢 這樣子拉回出來 哇 還有送我 只要做520喔 就520塊這樣子 因為我也不是很確定要送什麼 我真的看不出來 我真的也是599歲 他怎麼在這啊 第一次送回那個禮物裡面就好 我也是以為 我以為是Kindle的東西 他是啦 找人家幫他做的 他自己幫我做 我自己去那個叫什麼 TAISO啊 買那個材料啊 還買那個紙盒 對 這是你越手工的東西 然後我有點practical啦 我知道這種花會苦 所以我買假的 其實花對你們來講啦 就不重要 就是有沒有真的care 他是真花假花 然後你送很多腳 他不能收 很難收 對 如果他又不太好看的話 又很難拍照 又也沒有太多用 是 這樣位置 我還是覺得真花 我覺得現在的男觀眾喔 其實他很stress 對 就是一年太多節日了 對 而且現在好像每個節日 都被商家搞到很浪漫這樣 都是要送花送禮物去好的地方 但是 講真的 什麼意思 在我收入比較低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是覺得 哇 禮物 禮物可能200塊啦 你花再結日 你是他媽去到200塊的嗎 差不多 差不多 你去吃一個飯 還沒有算吃飯喔 通常便宜的地方 多了 剩下的比較高檔的 但是高檔的 他有一個最低消費的 可能你 你佈這個地方要500塊 然後兩個小時一定要走 所以其實講真的 一個結肉 一勢一勢就是整千塊 你問我啊 自從我學會自己煮菜過 就真的很便宜啊 真的喔 你學會自己煮steak 自己家裡搞喔 如果你要追budget了啦 因為如果你看啊 你要put on 價錢setter了先 然後你要再想的是 女生會覺得你比較有心吧 就是你自己下心思去煮這些 當然好不好吃這個女生 花點心思去研究啦 如果我又不喜歡煮的咧 學咯 只能講你去學咯 就是因為你不喜歡 可是你裡面還是覺得 哇 第四位 這個節日下 然後他其實是kick in 因為他講他不足嘛 那如果 不足 如果你真的是沒有錢 你會講太多 這個沒有錢的時候 你要講過 我要把錢放成孤零 我終於感覺到這個問題的難處 我想到了我怎樣回答的問題 你一定會有一輛車嘛 我們MNUATION 都會有一輛車 就是 對 我會 我會 載他去一個 比較 像雲頂的 比較有 可以看出去很多公斤的地方 然後我會拿 買一些聖誕的東西 然後帶他去那邊 我佈置一些 但是 吃咧 還要吃東西嗎 吃東西啊 你不可能啦 你家裡吃了 我載你出去吧 我臉都可以 吃東西應該是 7-11 7-11 買一些snack 然後 一兩罐啤酒 你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浪漫 其實我覺得很浪漫耶 這個 沒有我這樣不騙女生不敗這個東西 可以的 因為你在一個情景裡面 你要佈置 就這輛車啊 Christmas啊 然後放燈一點啊 小燈好 小燈好 有什麼看 我想像到畫面嗎 Dina吃不飽 我還是在想吃不飽 女生吃不飽很恐怖喔 吃不飽真的會發PK啊 這樣子還是要填飽肚子 所以填飽肚子重要 所以你還是最終要回到 還是要自己煮 之前我們去高山的時候 我們去媽媽吃一餐 哈哈 這個就是 這樣如果你的男朋友啊 是屬於那種喔 會問什麼都要問你 你害怕做錯吧 就講給你 Dina你要去哪裡聽著 Dina你想要什麼 你們會不會 會不會堵攔這個男生 因為我身邊真的太多這樣 但有時候也是這樣問啊 我們前幾天就講 我講 要聖誕節我們來交換禮物啦 因為去年我們有辦 Christmas Party 20多個人一起交換 我就講 今天我們兩個交換就好了 然後他就問我 沒有 他就講 你有什麼啊 自己想啊 先問姐嘛 桃花一下先 我不可能跟你講的呀 然後我們就講 因為反正 龜中不龜中這種東西 我們已經不重要 我們就講 Budget一百塊啦 我講 不要啦 50塊 50塊裡面的就好啦 就是一個儀式感 就是有那種 哇 我不知道你買什麼 然後你也不知道我買什麼 這樣換個 我覺得這個是等你在一起聚啊 你會 是 你就會 其實我算 或者是你如果要追那個對象 或是你們剛在一起的話 也可以設一個Budget啊 我們一起設一個Budget 對 設一個Budget是最好的 對 這其實好 我們好像找到一個 不錯的方法給耶 對 設一個Budget 設一個Budget 他 他是那種 沒有計畫的 OK 他帶你出去 真的 有這樣子的 有 會有 沒有計畫 那就是做一個這樣的事情 這段Bub掉哈 他打出聖誕節 然後他男朋友是沒有book餐廳 沒有準備東西 花也沒有買 是不如中間發想了什麼事情 他男朋友在跑去跟那種印度人買多花 那種印度人總在接 那種買的送給他 然後他們去吃The Ship 去到的時候喔 還要再排隊 對 那個一定很久喔 這個我接受到耶 可是我現在沒有準備東西 我不可以的 如果你沒有計畫的話 你就跟我講 我沒有計畫 我們來計畫 我們現在來計畫 好過你講 我帶你出去 然後女生就很 對阿 就是很開心 期待你給我進行 結果去到你就 原來是要Log in 然後又要排隊 花又隨便買 真的很多直男喔 是不做電話reservation的 我彈弟弟就是寫一個 所以直男們你們要脫單位 就好好的 一定要籌備好 這樣日子不重要 重要的節日一定要做好 真的是 對 你會連黑啊 如果KID這樣做的話 會啊 我會直接走掉 我兩位不常 喔你會 他會掉很多次喔 對 什麼 可是 可是不是在 不是在重要的節日 可是在那種 平時啊 有時候 還要吃好的 然後我女生沒有 在那邊 這樣 排隊喔 他就有時候會生氣 有那個就是 發悶氣 就是 很生氣啊 就換另外一家吃 就換另外一家吃喔 我不是這樣的人 我後來才體會到 女生出去 你對他講 我帶你出去 這個字喔 是很重要的 然後他們就開始打扮了 你知道嗎 對阿 就是他打扮了 然後你還是穿個短褲 然後就戴個帽子 帶他去 還要排隊 他真的會突然突然 你要知道女生從 衝涼 吹頭髮 化妝 保養 這些是多 多少個小時嗎 至少三個小時 而且我們不會讓他 為別人化妝啊 我們覺得喜歡的人 或者是要拍攝啊 你要就跟我講 我帶你去哪裡 然後我大概知道是什麼地方 然後再看我要不要打扮 你不要講 你要我帶你去一個 很神秘的地方 帶你去浪漫 結果出道去是那種 媽媽 媽媽 所以這重點是在於 他不介意是媽媽媽 但是你不要搞到很神秘這樣 對 你要講我們去吃媽媽 OK 那我就現在可以去 我的做法通常是這樣子 我會先去訂兩到三個不妥餐 然後打電話去做補兵 如果是說到單身的人 你會有什麼建議 你會想他買什麼送給他 寫的對象咧 首飾 飾品是最入門的吧 我覺得 香水也OK啊 或是小織妝也是可以啊 我真的經濟能力不太可怕 我覺得最冒險是買化妝品吧 對 最化妝品 因為是男生不了解你說 粉底 你不知道他的那個 省錢 然後口紅你又不懂什麼紅 你還買到一個十萬八分的 對就是 就是口紅 買過一個 那時候就是買了一個 哇真的 像豬肝顏色給人 而且他是潤唇的那一種 他是潤唇的豬肝色 你補上去完全就是一個 豬肝的油油在上面 哇 沒有其實對 他沒有顏色就是油油這樣子 不好 可是他帶一點豬肝在上面 因為我打開來看 是啊 顏色OK啦 就有點發紙那種 對 然後他就是那種潤唇 哇整個都亮亮 Oh my god 最後最後我想要問的一個 在聖誕節這種這樣的節日 你有沒有會特別想要 你的伴侶做怎麼樣的打扮 我覺得打扮真的是至少得體吧 我覺得還好啊 那個要求p in在那天穿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醜的 帥的我都看過了 所以我是覺得真的是無所謂 而且他不會讓他自己難看 當初要跟你告白說要穿什麼 我想一下 T-shirt 喔 T-shirt 長褲吧 那個叫什麼 Cardigan Cardigan 是比較Gentlemen 韓系打扮的 韓系打扮的 韓系打扮對 有的你想為什麼可以 熱帶了 我記得在Rooftop 是鋪外的 鋪外 热到啊 你超人是沒有溫度的 我覺得今天我們聊的很多是 很多是重點的 對於想要去在聖誕節這種特別的事情的 你們就應該可以 pick up one two 或者最主要是瞭解你的另外一半 我覺得需求 而且在你能力範圍可以做的事情你才做 因為很多人就是看著別人啊 因為太容易看到了 你就會想去效仿 反正讓你自己更加辛苦 其實不是別人給予你壓力 而是你自己給予你自己壓力的 所以一定要找好好的才訪下 而且通常走Instagramer places 都是不要去他們的 為什麼 踩雷嗎 都是踩雷的時候才帶你去 哎呦 踩雷 Instagramer place 400塊塊 我也是有上網找過一次 全部都是不可以行的 然後食物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喔 借一配的時候我們都是良心的 我們真的是好吃 我們在講好吃 我們講好吃的地方一定好吃 不好吃你來找我 那也配了很多蛋啊 所以可以關注他們的蛋 所以可以看他們的 哇 好了再次謝謝我們的 Evonne Keyin 少奇還有九刷 Merry Christmas 謝謝 對大家擴展成功 Best Lails 好嗎 我們下一集再見 Like喔 Thank you 拜拜 謝謝